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剛剛走了 早上還好好一趟,情況就很早 我們本來想要急救,但是他已經寫了說不凡是急救 這樣也好,這樣也不必那麼難過,那麼痛苦 一天顫抖著身體,忍痛說著女兒於願起走了 我跟雅萍跟他講說我們放下了,他才稍微避免一下 這樣也好,脫離痛苦 事實上,他都要這個癌症總共十年的時間 你可能要多痛苦 不可憐的孩子 你放心的走吧 從2014年離患職場以來 余天感叹女兒於願起真的過得太辛苦了 幾乎我們每天都有來,我們都是開車從地下室下去的 我其實有幫他爭取到從美國來的最新的抗癌 但是下個禮拜一次才回家 他就是等不到那一天 雨天痛哭失聲,感叹女兒等不到抗癌藥物 女兒是父母心頭上的肉,怎麼能割捨的下 家人這幾天都陪在於願起身邊 好希望可以,能多些時間 其實之前,前兩天 確定又有露營,你知道嗎 我講了一聲疑言 快天再發布吧,好不好 你們辛苦,你們辛苦了,給我回家 雨天感謝大家關心 會先幫醫院起處理後事 也會好好照顧外孫 TV新聞家電保障,請問S小組,台北報導 還是不敢相信啊,覺得不會啊 我這麼健康 對啊,不敢相信啊 雨天,李雅萍的二女兒余怨祺 2014年發現罹患直腸癌三期 當時的她還沒有結婚 態度正面,挺過12次化療 未料2019年才生完第二胎,癌症復發 癌細胞甚至轉移到肺部等其他器官 在雨天,李雅萍,余祥協陪同下 余怨祺再度入院進行化療 她的化療也是很痛苦 但是她走過來了 這次應該也是會 還要照顧兩個 我不哭,不要哭 不哭,我不哭 就是她懷這個男生的時候 她就之前,要生產之前 就一直咳嗽,一直咳嗽 天還好就咳嗽,化療之後再開刀吧 余怨祺當時戴著口罩束腰 但還能自行走路 而她歷經數十次化療手術 2020年現身分享心路歷程 我真的覺得很好奇 好奇怪,我真的都很 生活作息也很健康,吃得也很健康 怎麼會是我呢 余怨祺經歷一次又一次化療及開刀 兒女成了她支撐下去的動力 才有一段時期陷入低潮 生怕辛苦接受治療 人逃不過死劫,一度想要放棄 甚至寫下給兒女的決別書 如果媽媽真的不在了 相信這都是神做的決定 不要難過 媽媽真的好愛好愛你們 下一輩子我們還要當家人 講到一半難過到哭了出來 余怨祺抗癌八年內動了九次刀 近七十次化療 每當身體狀況好轉 緊接著要面對下場化療 肺臟肝臟切到剩下一小部分 已經無法再動手術 抗癌之路走得十分艱辛 令人不捨 余怨祺知道自己病況不樂觀 兩年前就做好最壞打算 寫下遺書給她最放心不下的寶貝兒女 如果媽媽真的不在了 相信這都是神做的決定 不要難過 雖然你們看不到媽媽 媽媽會在天上保護看護著你們 不管白天黑夜都會在你們身邊 姐姐要照顧弟弟 弟弟長大要好好保護姐姐 爸爸會一直陪在你們身邊 希望你們永遠都幸福快樂 媽媽真的好愛好愛你們 下一輩子我們還要當家人 一度淚繃無法繼續講下去 媽媽利亞平聽了更是不捨 從頭到尾低頭流淚 而看來期間余怨祺一度很自責 沒有陪伴到小孩 但其實兒女們都很懂事 因為樂樂太聰明了 所以她都會知道媽媽今天不舒服 然後你有時候就會看到她一個人 坐在那邊 因為她媽媽還在醫院 生日祝福都姐姐媽媽生體健康 真的啊她每一個 我們生日她都在嘛 她會幫我們吹彈 她都會說 就媽媽身體健康 余祥璇跟余怨祺只差一歲 她一路上陪伴支持 姐姐的好她也記在心裡 二姐是真的對我蠻好的 然後我輸一些錢 然後我又不好意思跟爸媽拿 很貼心她就會放在一個袋子裡面 然後就放在桌上 為了能陪伴兒女家人長大 余怨祺忍痛接受治療 還是不敵病魔到天上當天使 家人實在難以接受 TVB新聞綜合報導 余天 拜託 一家大小全出動 為了余天的選舉衝刺 卻獨獨缺了在醫院化療的余怨祺 去年余怨祺生日時 包括爸爸余天和媽媽李亞萍 全家人聚在一起唱生日快樂歌 溫馨氣氛弥漫 但其實這時候她才剛被檢查出病情復發 癌細胞再次擴散 這也是她第二次抗癌路 我畢業了 我畢業了 口中的畢業了就是指余怨祺的第一次抗癌歷程 她在2014年被檢查出罹患大腸直肠癌 歷經12次化療後才抗癌成功 當時全家人喜急而泣 沒想到4年後癌細胞卻再度出現 到了最近病情更急轉直下 我女兒狀況不好 所以我就趕來早上就在這裡了 紅著眼眶余天眼神藏不住擔憂 這天她突然缺席黨內造勢場合趕往醫院 因為二女兒余怨期病況惡化 余天更在鏡頭前痛哭失聲 她一直用筆的時候 她叫我讓她走了 我怎麼捨得我怎麼可能讓她走 我說不可以 她說被她讓我走 怎麼可以這麼承認 不捨得讓掌上明珠離開 但最終余怨期人簽了放棄急救同一書 21號不敵病魔瑜珈二公主離開人世 團結的瑜珈人同框溫馨畫面 從此缺了一塊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就怕被外界畫上 照片王國等號 柬埔寨內政部長蘇慶下令 清查境內除了外交領事人員外 所有外國人 上半年已經查獲74起人口販運 逮捕83名嫌犯救出156名被害者 核查住在當地的所有外國人 特別是搜尋人口販運的受害者 這次行動也讓當地 照片員區捨得放人 以往開出高額贖金 全部打折有賺就好 專家說節目在捨得拯救 國際形象 是為了明年將在當地 舉辦的東南亞運動會 以及東南亞帕運會 而中國大陸施壓更是主因 但畢竟柬埔寨和台灣關係並不好 救援上還是得靠住 泰國、越南的移民官和代表處 跨部會合作 內政部長徐國勇也說 目前還有370名國人困在當地 不管去的原因是什麼 都要救回 在越南的移民官 在泰國的移民官 也都在柬埔寨幫忙我們的同胞 也許有人是基於 比較不好的原因去 譬如說他可能跟詐騙集團一起去的 可是不管怎麼樣 他是我們的同胞 他在那裡受到的這些苦難 我們都要把他救回來 另外卡在兩國中間的泰國 也被人生集團當成中轉戰 才中央緬東、緬北、柬埔寨、金三角園區 尤其開開園區 離泰國只有一盒之隔 要偷渡十分容易 我國駐泰國代表處也展開行動 和當地警方配合 直接在機場攔截 短短兩個禮拜內 已經成功營救將近20名國人 當中有被害男子逃到機場求救 還有被害女子躲在機場廁所 6小時都有代表處出手救回 統計4月至今 受理的案件近90多人 但其實更多恐怕適用偷渡的方式 存在更多黑數 讓營救更難 提供VVV的胸料館外 提報道 飛機落地抵達桃園機場 上頭載著兩名被拐到柬埔寨 從事詐騙的被害人 在立委的救援下 終於回家 提著行李大包小包 走在前面的張姓男子 手上提帶還恰好是 我愛柬埔寨的英文 另一名穿黑外套的18歲正姓男子 则是跟朋友出國工作 差點回不來 屏東東港三年同學 日前相約到柬埔寨賺錢 最後兩人登機 其中成姓男子18號被救回 成姓男子則被集團囚禁 要求附屬金才肯放人 受困期間他多次向媽媽求救 看媽媽態度淡定 他著急詢問是不是不要我了 答應回台灣會聽話不惹事 一直到柬埔寨園區嫌犯下最後通牒 他再次向媽媽求救 禮拜六沒有給錢就要被拆了 媽媽回應然後呢 讓他一度以為回不了台灣 警方調查正姓男子家中經濟狀況不佳 父母靠打工撫養四個小孩 幸好這回有扇心人士幫忙 家人在20號匯出15萬贖金 救出兒子 兩名被害人幸運後救 但還有不知道多少台灣人 受困在柬埔寨等待救援 TV的新聞 綜合報導 經過近一個月的努力 終於又有部落的子弟被救回來 服務處工作人員忍不住眼面哭了起來 他說連日來的心情轉折就像洗三溫暖 睡覺以前想說他們可以回來了 然後一大早起床 就聽到他們說卡著不讓他們登機 我會想到如果今天上不了飛機 該怎麼辦才好 那剛剛呢 讓他們上飛機啦 所以我很開心 我真的已經離家裡有更近了 他說情勢說變就變 孩子們沒真的繁體國門 忐忑不安的心就是無法放下 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帶著信心 不斷持續的禱告 第一頭立委武力華帶著家屬禱告 著急得很 因為住在泰武鄉的25歲青年 一個多月前跟家屬說要到北部打工 實際上是被騙到柬埔寨去了 他打電話向家人求援說好想回家 他們說對方要求贖金3萬元 家人只好請求立委幫忙營救 另外還有一名18歲的孩子 也說要到北部工作 同樣被騙到柬埔寨去 已去一個多月 媽媽也是難過的說不出話來 武力華目前已開出五張借據 希望受害者返國後找正當工作 在一年內分期還錢 男子被上扣帶上警車 說他就是涉嫌誘拐國人去柬埔寨的39歲 陳姓嫌犯 日前經用警方實施加護訪查 去柬埔寨未歸國人口 發現一名男子失聯 也找不到他的家屬 於是根據男子出國前的資料搜索 利用通訊軟體聯絡到當事人 男子傳訊息表示 自己被上扣囚禁 首碗都受傷流血 另外傳送未知訊息求救 從訊息中可以看到被害人相當害怕 只說傳完就要馬上刪掉 要是被發現又要受處罰 透過他給的資料 尋線掌握到兩名嫌犯 分別在18號和19號持居票逮人 除了男子以外 還發現他的女友 同樣透過嫌犯被騙去柬埔寨 女子家屬還到派出所報案 因為女兒求救說 對方要把他的器官切掉拿去賣 警方會將每一個被害的案件 視為重大刑案偵辦 也運用各式的偵查能量 持續追查其他共犯 及犯罪的首腦道案 警方調查被害的情侶黨 和落網的誠信嫌犯有債務關係 男子因為還不出錢 要求嫌犯介紹工作賺錢 透過管道帶著女友跑去柬埔寨 結果到現在人還滯留在當地 根據統計 目前基隆一共有五人 到柬埔寨工作失聯 一部分是被高薪誘騙 到當地從事詐騙機房工作 只是這些人能不能得救 都還是未知數 TVA新聞劉欣奎 黃敬芬 基隆報導 作為外交部長 我在這邊也必須要來捍衛我們基層同仁 外交部長吳釗燮態度嚴肅 前一天就柬埔寨事件 喊話要譴責詐騙集團 為的是網紅Bump救出的受困台人 這指控 最後我問我說 那你只能自己想辦法了 他真的有這樣跟我說 林姓男子去年10月到杜拜打工 落地後發現受騙 證件護照都被扣走 12月底寄信給駐杜拜辦事處 想申請臨時護照 卻沒消沒息 外觀IP救援零作為 吳釗燮光是站出來還不夠 再發聲明還原過程 外交部表示 去年12月收到林姓男子電郵 隔天駐杜拜辦事處回覆 請他可向警方報案 但當事人考量人身安全 請住處先暫緩報案 接著29號 林南判住處協助報案 住處就聯絡住地警察 31號林南自行脫困 住處通知警方也告知他 護照申辦的流程 三天後 林南拿到住警核發的護照 遺失報案證明 住處則聯繫 國內領務局 進行身份確認和查核 11號聯繫林南辦理 當天就核發護照 這看來流程順暢 但跟林姓男子說的 似乎有出入 和外交部隔空槓上 護照發放成了羅生門 最大癥結點就在 要辦護照得先報案 你第一要有一個 當地的報案 第二你可以透過 你在台灣的家人 去申請近三個月的 戶籍成本 來就近跟台北這邊的 領事事務局 來做一個申請的動作 個案狀況真相撲朔迷離 同時大陸駐柬埔寨大使館 發函致在檢的台灣同胞 稱台灣同胞就是中國公民 有困難請召中國大使館 IP是趁機吃豆腐 詐騙人舌案意外也成了兩岸 較勁場域 TVB的新聞陳如涵李亦婷 台北通報道 苗林一鳴15歲少年 打工手指受傷傷是嚴重 只能將第一劫指節節肢 避免皮膚持續壞死 讓媽媽看老好不捨 我聽那個醫生說他的手指頭外死 皮膚外死 我的心很痛你知道嗎 你自己要賺錢 你為什麼要這樣違法 媽媽說15歲兒子國中剛畢業 7月僅由台中某間仲介公司介紹 到神剛一家金屬工廠來打工 沒想到才上工不到20分鐘 手指就疑似被抑壓機押碎 送醫治療截肢 媽媽質問仲介公司業者 為什麼沒有取得她的同意書 就讓15歲同工打工 甚至違法讓她從事危險工作 而且工廠剛開始根本沒有 清楚交到機台的操作方式 第一天上工就受傷 之後都沒有報警叫救護車 仲介業者強調工廠將少年送醫 才通知他不是故意簡單處理 承認錯誤沒有取得家長同意書 就介紹少年打工 事後一定會付起相關賠償 不過事發工廠目前上午回應 那如果說有違反前述的這種形式 將依違反勞動基準 被處理六個月的有期徒刑 並科新來幣30萬元的花金 台中市府勞工局表示 讓同工從事危險工作已經觸法 將會調查仲介業者和工廠的過失 還給少年家屬一個公道 TVB 新聞蘇台 將捐料翻譯 台中採訪報導 苗栗珍一名15歲少年 從國小三年級就有學習吉他 沒想到國中畢業 暑期到台中打工受傷 左手十指第一劫截肢 導致接下來彈琴有困難 來直到要截肢我真的 我真的不太能接受 因為我的孩子從小 從國小就學吉他 他也學得很有成就 又彈電吉他 又參加樂團 我就一直想 他手截肢了以後怎麼辦 少年的媽媽說家裡爸爸中風 加上自己要到山上摘彩水果賺錢 兒子貼心分攤家計 利用暑期打工 想把薪水存下來 在高中開學可以自己買電腦制服 沒想到遭到人力仲介公司 疑似違法安排從事危險工作 導致手指截肢 除了彈琴有困難外 也影響了兒子未來職涯發展 少年原本未來想考職業軍人 現在因為實舉殘缺無法報考 兵役也只能當替代役 媽媽指控仲介業者跟工廠太過分 事發過後沒有積極處理 金屬工廠的業者甚至並不見面 媽媽難過表示 目前是水梨產季要上山摘果 還要帶兒子看醫生 目前是兩頭燒 希望勞工局能夠盡快調查 避免再有其他小孩受害 TPBM新聞蘇泰穎 李全宥的反應台中採訪報導 烏克蘭展開大反擊 在摧毀俄軍偵察系統 讓他們攻勢停滯 針對札波羅熱核電廠 可能對全球帶來威脅 現在俄羅斯終於讓步 就在法國總統馬克宏和普清通電話後 俄羅斯同意讓視察人員進入核電廠 只是能否解決爭議還存在挑戰 俄羅斯戰場上沒進展 國防部週六表示 加普羅熱的士兵 其實7月底出現中毒症狀 指控烏克蘭進行化武攻擊 但烏軍否認說 這些士兵很可能只是吃了過期罐頭 總統澤敦斯基信心喊話 8月24號慶祝烏克蘭獨立國慶日即將到來 會不會引發俄軍再有新的攻擊行動 烏克蘭絲毫不敢大意 TVN新聞綜合報導 基輔街道上排列著好幾輛 遭到摧毀的俄國坦克跟軍車 散佈民眾停下圍觀 還有人爬到坦克上方拍照 烏克蘭即將在24號慶祝自蘇聯獨立建國31週年 當局在首都基輔街頭 展出戰場上摧毀的敵軍坦克 總統澤敦斯基對民眾提出警告 小心俄軍在獨立日這一天使出肮臟的手段 進行攻擊 俄國總統普欽的親密盟友杜金 坐車在莫斯科附近爆炸起火 造成他的女兒喪命 另外在扎波羅熱地區 則有多名俄軍因為中毒現象送醫 體內驗出B型肉毒感菌毒素 俄國指控烏克蘭動用化學武器 烏克蘭則反駁是俄軍自己吃了過期的罐頭 巴克馬特是烏克蘭在盾內刺客境內最後一個重要據點 當地現在架起的路障也加速撤離平民 俄國佔領的克里米亞賽凡堡則傳出有無人機攻擊 引發多起爆炸 烏爾戰火持續延燒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在土耳其 親自登上從烏克蘭港口開出來的運良船 再度呼籲確保沃爾兩國的化肥跟農產品都能進入全球市場 避免未來引爆糧食危機 TVB的新聞余思寅綜合報導 本來是開開心心 購買像這樣自己煮的麻辣鍋要在教室裡大塊朵移 結果這幾名大陸大學生說 湯還沒滾 整鍋熱油卻炸開了 十幾分鐘吧 反正就感覺還沒怎麼刷開 就是辣油然後就整個全部都爆出來了 一下子就爆炸然後它的射程就很廣 根據現場學生形容 高溫熱油噴溜達三四公尺 燙得他們眼睛睜不開 趕快到醫院求診 火鍋爆炸聽起來匪夷所思 但大陸海底撈隨後澄清 從監視器畫面來看 是學生們通條步驟弄反了 才會釀成意外 事件引發大陸輿論關注 有網民貼出照片說火鍋料上都有說明 要先加水再加底料而且適當攪拌 連電視台主播都直言 意外發生的原因根本是缺乏生活常識 大陸海底撈近年來面臨嚴重虧損 去年底還一口氣關掉三百家電 這次貨不擔心外賣火鍋商人 雖然大陸輿論普遍不覺得是海底撈的錯 但業者表示已經退錢 並且幫他受傷學生付了醫藥費 TVHN 顏瑞生 莊志偉 綜合報導 軍事迷結錄這段一次就是解放軍回應我軍 驅離廣播 20號國防部公布有17架共機隊我挑釁 其中有7架跨過海峽中線和5架共艦 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3號離台後 對岸已連續18天月線侵擾 若空防壓力倍增 除了升級後的F16V 國造IDF浮夷將近30載 幻象2000 妥善率問題也還在 除了新式高照機外 我軍積極研發下代主力戰機 原本預計向美方采購兩具美軍F18使用的發動機 原型機規劃在總統卸任前要問世 其中外型就與這款剛出爐的戰機相似 韓國KF21近期試飛成功 其實令我方現下不已 台灣航空產業且不比韓國早 短短幾年已被超車 現在更傳出我方計畫喊哈 據了解原定兩年內就要產出原型機 但關鍵技術還未獲得美方同意輸出 被迫畫下據點 我們航空工業起步比韓國更早 韓國非常羨慕我們IDF 但後來我們因為一些因素 都反而放棄了自己這種自主 研發的能力 現在跨國合作是一個潮流 因為又可以進一步的降低成本 不過內部訊息指出原型機計畫的確停擺 但關鍵技術研發不會停止 指示強國要發展新世代戰機 都得跨國合作 台灣在大鄰居的壓力下 想武裝自己都處處受阻 這位先生你們歡迎回到台北參謀島 重申保台的立場 在大陸剛解除隔離出關的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在廈門跟當地台商 以及廈門市委人員參序 先解釋外界對他的賣台質疑 說自己沒有賣台的本錢 據了解夏立妍在廈門跟對岸商談 兩岸劍拔弩張的氣氛 有沒有降溫的可能 再來就是很多商品 被大陸海關下令暫停輸入或輸出 有沒有修復兩岸經貿的辦法 最後就是希望小三通能夠恢復通行 加速廈門跟金門的發展 說就是要幫台灣人發聲 也呼籲夏副主席在對岸 能夠清楚表達我們反對 中共軍演的立場跟態度 而且也希望所有相關的行程 能夠公開透明及時揭露 要夏立妍行程公開透明 因為飛到廣州的夏立妍 除了走訪東莞深圳 瞭解當地台氣發展的情況 23號將轉往浙江 江蘇上海跟當地台商交流 期間會跟大陸海協會會長張志軍見面 更傳出也會跟國台辦主任劉傑一碰頭 沒事先跟陸委會報備 也踩到自家人的敏感神經 因為剛好是在對岸經營的時刻 所以這個時機點 其實我們真的要好好去思考 這才是最重要的關鍵 兩岸交流不是不好 但在對方動無恐嚇之際 還到對岸表達善意 自家人擔心被離台灣主流民意 連帶把國民黨的支持度都給陪進去 不少人都在總統臉書表達對數位中介法的不滿 就在前一天行任養蘇貞昌說還有討論的空間後 NCC也發了三點聲明 說草案只是出版還會持續蒐集意見 立法需要匯集民意凝聚共識 更強調溝通過程會公開透明 期望理性討論 似乎也跟著蘇院長的腳步 立法暫時喊咖 強調之後也不會讓這部法在立法院闖關 要蔡政府不要一意孤行 執政黨似乎也意識到苗頭不對 不少民代也跳出來說要捍衛言論自由 這是民進黨知道民意不可為 然後在民意的壓力之下 才臨時喊咖 把他的黑手伸到網路世界 很重要的一個惡法 所以當然民眾不能接受 要民進黨不要把手 伸進言論自由 畢竟一向大明大方的台灣 可能被限縮言論 民眾的反彈 不難從總統臉書的留言 就能看出端倪 TVB的新聞的李熊瑋佳琪 台北采訪報導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音樂的孵化器 我們希望所有的年輕人 都可以到這裡來 打造獨立樂團的培育所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選在台北流行音樂中心辦簽書會 既然要向年輕人招手 一定要關注數位中介服務法 我想這個適可而止是對的 政府要提出這個草案來 提供聽會之前可能就要更神聖 數位中介服務法引來輿論極大反彈 NCC先暫緩公聽會 並強調沒有強推草案 民眾黨立願黨團卻發聲明 抨擊民進黨立委林靜怡 說數位中介法是由民眾黨團提出 是意圖帶風向潑髒水 把水打混是最簡單的方法 重點就是你提了大家反彈 那你就收回了也OK就不用再扯了吧 黃珊珊幫助公民眾黨也在潑文 換後民進黨強推草案還意圖卸責 甩鍋在野黨 本黨再次重申 從來沒有提出數位中介服務法 民眾黨在2020年所提的法案 是為了杜絕Defact技術等性暴力影音散佈的行為 我可沒有說哪一個政黨他們在提數位中介法 這個大家把文字跟所謂的這個標準弄清楚 請民進黨記取林志堅論文案的教訓 不要再直入為馬混淆視聽了 如果大家認為值得討論 那我覺得很好啊 那如果各政黨現在要反過來說 沒有沒有我們覺得當時我們沒有提過這個案子 那也很好啊 我覺得大家為自己的法案負責是基本的態度 不止綠白隔空交火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也開罵 批評NCC假服務整闊權 隔魁蘇貞昌等人竟不能事先查之制止 應該鄭重道歉 在網路無往不利的蔡政府 進而想把手伸進虛擬世界 這回先踢鐵板 看到柯文哲現身 這位攤販主動上前 要求來個啾咪裝可愛合照 柯P來者不拒 週末連兩天在高雄 陪同民眾黨參選人掃街 隔空炮轟陳時中 陳時中買那麼多疫苗 簽約以後還不能公開 實際執政經驗的人就知道 在簽約之前可以保密 因為這涉及這個商業的工房 炒價還價 貴福部將疫苗採購記錄 列為密件封存30年 柯文哲直言不敢公開透明 除非內容見不得人 還要陳時中不要搞雙標 那你是有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嗎 前一天陳時中在講 那個什麼大巨蛋要公開透明 第二天講到他的疫苗 就馬上就變國家機密了 那什麼叫雙標黨 這不是雙標黨 什麼叫雙標黨 柯文哲槓上的 不只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 陳時中在南部輔選這兩天 也跟高雄市府挑起戰火 實際執政過的人 就知道很多黨 因為每隔你知道 我知道在帳面上 高雄市政府是出4.6億 打神楊慧如那個案子 就知道說 原來有這麼多的黑洞 原來前一天 柯文哲就算高雄 年初的無人機表演 花了8億令人匪夷所思 地方總體預算4億多 還有中央補助 國營事業的贊助 更是大黑洞 國營事業 甚至去拉私人事業的贊助 或什麼基金會贊助 叫他們來擺攤 坦白講 那些都是大黑洞 地方總體預算是4.7億元 而明年即將在台北 舉辦的台灣燈會 預算將近6億元 足足增加超過1億多元 因此不知道科市長 所說的無人機花8億 這段發言的依據 是從何而來 市府反嗆賀文哲 依據何在 還說7月還沒結束 就鬼話連篇 北高又槓上 TVBS新聞 吳中勳 黃曉琪 高雄報導 謝謝 看攤上一一打招呼 注意到了嗎 跟在陳時中旁邊 身穿紅背心的 不正式環南自治會長林勝東 這個組合 是不是馬上想到這一段 就是這開槍畫面 如今阿中換了身份 變成參選人後 首度再來環南市場 確實林勝東給足面子 前程陪不斷和陳時中搖耳朵 他大約停留15分鐘 但這場還真的很熱鬧 因為馬上蔣萬安就來了 巧妙的和陳時中錯開 沒碰頭 跟婆媽拉票蔣萬安直接姿態 放到最低 只是蔣萬安要來 林勝東雖然也是前程都陪著 但被問到他想挺會做事的人 那蔣萬安算不算 蔣萬安是會做事的人嗎 我不知道 他不是東三萬好期 我不知道他會不會做事 跟他比較不熟就對了 常常會做事 連過去就有好幾次來 拜會獎 不會林勝東會獎了嗎 去年補度就有來啊 這下實在好尷尬 或許也是這樣 直接會場中蔣萬安兩度 主動擁抱林勝東 藍綠白周末都來環南 畢竟光是這 就有約1060個攤商 4000多人 在這不能不現身爭取支持 但說到底聽誰 情書遠近畫面會說話 第一位變成高盛航和附華李自衡 艾星軍小組太美報道 猛烈大火竄出濃濃黑煙 火石大道出動飛機灑水 西班牙東部瓦羅西亞省各地 這兩週不斷爆發森林燃火 截至當地時間19號 已經燒了超過19000公頃的土地 熱量席陷全歐洲各國面臨500年來最嚴重乾旱 多鬧河位在塞爾維亞東部河段 創下一世紀以來最低水位 就連78年前成在河底的德國二戰軍艦殘骸 也重新浮出水面 只是上頭居然還裝有好幾噸的彈藥及爆裂物 一旦爆炸恐怕危急當地居民 塞爾維亞政府為了清除爆裂物 並且打撈船體已經開始招標 估計清除成本高達將近3000萬美元 大約台幣9億元 乾旱讓不少水底之物重見天日 西班牙巴爾卡尼亞水庫 儲水量降到只有不到三成 估計5000年前的西班牙巨石症 也完整漏出水面 專家推測過去可能是一處目的 目前持續研究中 看來一場大乾旱也為歷史迷 以及學者帶來不少驚喜 TVBS新聞做不懂 8月初首爾暴雨下的突然 狹小陰暗的半地下市房發生三人 來不及逃命的悲劇 南韓市民團體為這次罹難者舉行追悼會 半地下市房租金低廉是社會弱勢族群或身上人士 只能將就的選擇 但逃生房災能力相對不佳 凸顯南韓長期以來的社會問題 另外江遠道地區 許多房子會裝設太陽能板 一旦遇上土石流根本難以抵擋 這次南韓發生暴雨 政府開始檢視各地方屋結構 正視極端氣候的影響 甚至希望仿效向日本、德國等地 建立不同階段的災害分級 一場豪雨淹出南韓首爾的居住難題 也讓政府開始警覺 在極端氣候之下 該如何重新制定災變應對政策 TVN新聞綜合報導 小朋友嗨起來 容易挖進全袋上 互相潑水都只是小Cats 水桶裝滿來PK 抓緊暑假尾巴 小朋友擠到水樂園消暑 360度噴水的彩虹隧道 連大人都忍不住下水玩 好玩 玩了過山洞 天氣很熱 所以我會想出去玩 天氣真的太熱 熱帶大陸氣團東移 全台酷熱預計還會三天 另外大家關心的熱帶擾動 也在21號早上生成 熱帶性低氣壓 雖然沒直接關係 但間接雨是仍要留意 主要降雨會在23到24號 雨區集中在南台灣 25到28號位置預計到香港 轉吹西南風夾帶水氣 中南部會有全天性降雨 往年最晚的颱風警報 是2010年的8月30號南修颱風 今年恐破64年來 最晚發布警報紀錄 若以青台颱風來看 去年跟前年也個別 只有一個颱風侵入 但都沒有登陸 8月只有8顆颱風生成是稍微比較少的 那以原因來看的話 主要來源是 今年其實因為受到反聲音的影響 所以說在中太平洋這邊的東風比較強 比較暖水區的地方 可能會比較集中在菲律賓東方這邊 所以說颱風在發展的一個環境條件 會稍微比較不好一點 也代表菲律賓東方發展起來 隨太平洋高壓或引導氣流影響 也會比較偏向影響南海一帶為主 發展區域變小 颱風生成條件差 少了主要降雨來源 今年用水要更省一點 TVB新聞綜合報導 新增22137例的本土病例 境外一路有260例 今天新增的病例數 較昨天多約210例 增加1% 較上週日增加約1300例 增加6.4% 六縣市人破千 新北4852例 其次依序為台北台中和桃園 死亡個案新增26例 雖沒特殊個案 但22例重症個案中 在建議例5歲以下幼童 確診MIS C 沒有接種新冠疫苗 那7月16號確診 8月15號起有高燒嘔吐 食慾下降 8月18號到急診 那檢查有草莓蛇 嘴唇紅腫結膜鹽 男童在給予免疫球蛋白 及類固醇藥物治療之後 目前收治在一般病房 幼童打疫苗 能有效降低新冠確診數 但國內6個月到4歲幼兒 接種率僅18.9% 還得再努力 打疫苗對大人小朋友都好 因為他能有效的降低 你感染之後轉中重症的風險 另外他也是防疫措施 鬆綁的最大關鍵 胸腔重症科醫師黃軒 他就點出了 如果要國境開放 要看六大指標 台灣人處BA.5爬升階段 隨時注意社區是否大規模傳播 及醫療院所量能是否被攻陷 實時監測國外疫情發展 更該留意有無如新突變病毒出現 今年以來八個半月 本土病例突破500萬例 將近全台人口的四分之一 越來越多的天選之人被病毒突破 TVB新聞羅氏彭宣童 台報道